复兴区贵竹笋年产量50万斤 年产值达1亿元 堪称是复兴区笋农的命脉 为了执大贵竹笋的经济效益 全公所和农会特别结合 用平工商餐饮科 研发14道贵竹笋入菜的特色料理 除了咸食还能做成巧克力 积极打入大陆北京市场 平常吃到的贵竹笋料理 不外乎凉拌热炒或是煮汤 永平餐饮科创意研发贵竹笋料理食谱 14道特色菜颠覆您的想象 像是西式做法 把贵竹笋丁和紫米饭包在春节里 或是泰式做法 用马沙曼泰国咖喱配上贵竹笋 变成中泰异国风味 甚至是磨成粉状加上味泽 变成黑钻贵竹笋巧克力 那我们就召集了我们 中式日料铁板西餐 泰式烘焙等所有的师傅 把它融合以各自的专长 来开发复兴区的贵竹的特色餐 也希望贵竹它虽然是单一食材 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做到多元的一个发展 复兴区长曾日桑和农卫理事长叶国重等人 今天特别到永平工商 参与贵竹笋料理发表会 区长曾日桑表示 复兴区贵竹笋年产量达50万斤 年产值有一亿 后天将率队到北京朝阳区做文化交流 趁机推销贵竹笋和高山茶 除了有贵竹笋佳肴 万能科大餐饮科也协助真空包装技术 希望不只抢工大陆半首领 也能抢进团善市场 导致玩家终会采访报道